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言归正传 恋爱脑跟吸毒还是有本质区别 不能做简单类比 但是恋爱脑确实可能导致吸毒 据资料显示 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吸毒者是因为伴侣的蛊惑而开始吸毒的 不健康的恋爱观念给毒品的传播制造了温床 抵制毒品诱惑 拥抱美好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